貨車開在外側車道 和機車發生擦撞 兩名女子連人帶車摔到快車道 一輛砂石車開來 來不及閃 將兩人碾壁 拖行30公尺才停下來 家人接到噩耗趕來 幾乎崩潰 22歲張姓死者的爸爸 一眼確認是女兒機車 貪坐在地 無法接受 不斷呼喚女兒 甚至苦苦哀求 一定要讓他看看 說不定倒在地上的 不是他女兒 明明女兒早上才傳訊息 誰知道中午 父女倆就天人永隔 另一名23歲 未姓死者 家人也趕到現場 坐在分隔島上 眼面痛哭 這起死亡車禍 就發生在雲林虎尾158縣 張姓未姓兩名死者 是大學同學 是虎尾科技大學 會應屆畢業生 國慶這天兩人相約到台南旅遊 疑似要閃避貨車重心不穩 命喪輪下 你要閃避 撞不撞不撞不撞 撞不撞不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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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不撞不撞不撞啊 萬萬沒想到 孩子好好的出門 勸命喪輪下 家長心如刀割 得面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背誦 記者廖民 王一超 張志凱 雲林報導 可繫不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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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